因為我們看到民進黨 包含就是二零一六年那一次 其實就是很清楚 必須要登記 那我們賴清德副總統 其實他在那個登記截止前 大家也不知道說 會不會有一個人跑出來登記 所以這個遊戲規則一直很清楚 因為民進黨這個政黨的名稱 就是民主 進步是什麼 我們不確定 可是民主這個價值 遊戲規則要公平是很確定的 上面有個臺灣 黨旗有臺灣也很確定 可是國民黨其實到現在為止 民主是不是他的價值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徵召的規則剛剛講的 黃建廷還可以跟張亞中講 這個我們一般人聽起來說 到現在還不知道 如果徵召的人選 民調到時候不能引民進黨 要不要二次徵召 黃建廷到現在都功夫勤奏 而且最主要是他說 大家問了黨內大佬 所有的黨內先進一致同意 要用徵召 那表示說這個徵召的方法如何徵召 是應該經過討論才會一致同意 對 結果張亞中問他 他說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這個我先來請教一下 韋傑 韋傑 徵召的辦法什麼 難道都沒有跟侯友宜講嗎 就我瞭解目前應該還沒有跟他做詳細 那沒有講 如果沒有講沒有辦法 連時程都跟假如一樣 怎麼會這樣就用徵召 這一次的時程已經跟上一屆比起來 我們已經快很多了 上一屆拖得更晚 那這一次呢 我想帶大家一直在一直在叮嚀朱主席說 不要重蹈二零二零的復測 所以我們已經先確定我們會用徵召的方式 讓我們的候選人出現 不過最主要是徵召的方法 徵召的時程沒有出來 所以范老師這個 其實我們在處理一個事情 這怪怪的 其實你剛剛講 世衛學我們在研究組織的時候 政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公平競爭 那公平競爭就影響到 我們剛剛講的能不能夠團結 那你看 俗語化來講 我比較用簡單的來講 就是什麼就叫透明兩個字 那你的徵召的方法 是怎麼個徵召法 怎麼去看到你徵召的這些方向 那總要出來這個叫透明 可是人家一問都不透明 都不知道 問題就在這裡 對 那你現在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政黨顯然對民主 這件事情沒有核心價值 然後這個遊戲規則到現在 都因人設施 那你這個規則不能公平的話 那其實團結就有困難 所以到現在就是團結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張亞中 今天去建了這個黃建廷 讓我們看到其實就是看到沒有透明 那你要知道國際透明組織 也就是什麼 很多國家就是因為不透明 所以貪污恨行 懂不懂 這就是不公平 所以透明是最重要 所以反貪污就是要透明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職位沒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定位的時候 那今天桃園很有意思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坦承 事前沒有接獲任何動物脫逃事件的通報 而是先在里長的臉書看到消息 那沸沸桃園歷險季 大家看到 他們繞來繞去 都從這裡平鎮 首次發現跑包包 已經跑到新屋了 那他們也曾倒跑過 當然也有一些動物脫逃過 但是我們要看到的是這個沸沸的事情 所以六湖村清點沸沸 更好玩是眉短嫂 還多了一隻 那換句話講 你多一隻就可能多兩隻 多兩隻就有一隻跑掉 可能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有桃園市議員 加兩 這很奇怪 然後我說點一點 以後說還多一隻 他說因為我們有多一隻 所以那隻跑掉了 絕對不是我們的 你會多一隻 難道都不會多兩隻嗎 現在是找不到是誰 所以用我剛剛講沒錯 我現在叫桃園市議員 我是桃園市議員 這是聽起來像不像廢話 這是沒有那個喉友那麼廢 因為網友做了一張 也是做了一張梗圖很好笑 我們桃園 現在我叫做桃園市議員 逃跑的逃 圓猴的圓 所以我叫桃園市議員 不是喔 是逃跑的逃 所以現在桃園 但因為平鎮就剛好我選區 所以這幾天 大家就是一直廢廢養養 你有在抓猴子 不是抓猴子 抓廢廢嗎 我們沒有抓狗 但我們的里長 很多人在抓狗 所以剛剛剛剛用個講一點 桃園市政府 其實這個百日以來 螺絲真的鬆了 誰說沒有通報 其實百日以來 我們發現桃園市政府 一直在說謊 明明里長 剛剛里長才 我剛剛問過我們那個里長 我們那里長說 十八號就通報了 十八號就通報給桃園市政府 但是桃園市政府 當時沒有任何動作 所以他們是不得不自立救濟 所以三個里的里長 因為剛好他活動 那個那支廢廢活動的區域 剛好在我們的永安里 振興里跟那個平鎮里 所以三個里的里長 開始在揪 在群組裡揪 哪個守望相助隊隊員有空 大家來圍捕這支廢廢 農業局當時桃園市政府 其實沒有動作 十八號我們陳津府里長 都通報了 怎麼會沒有通報 所以你看這個市政府 連有沒有通報 他都講不清楚 他都說謊 又把責任推給這個里長 還記不記得今年初 南桃園大停水 當時張善政把責任推給誰 都是自來水公司 都是中央政府的做 也都是在推 但當時事實上是怎麼樣 事實上就是停水的當下 你市長連去都沒有去 連關心都沒有關心 連解決問題都沒有解決問題 對啊 水車也沒準備 都沒有完全沒有應急 所有所有責任都推給中央 現在遇到非非抓不到 責任全部推給里長 所以大家才講的 這叫桃園市 原猴逃跑了 以前鄭文燦的時候 是桃園全員組長 現在大家都說桃園是全臺最廢 廢廢的廢 因為廢廢在整個桃園跑來跑去 我今天問最新的消息 到今天中午為止 已經找不到廢廢了 之前還知道已經找到廢廢 結果是已經找不到廢廢了 昨天晚上還出動 那個熱誠相宜的空拍機 我說那有沒有看到東西 有啊 貓貓狗狗很多 因為他就是晚上看不見嘛 都是燈都是暗的 所以熱誠相空拍機飛過去的時候 下面只要有溫度的動物都拍得到 但就是沒有拍到那隻廢廢 現在知道說 據說應該還是在新屋 但是目前找不到 也通報 那個接到通報 趕到現場也都跑掉了 不過新屋比較靠近新竹 如果往平鎮這個往北走的話 等一下跑到新北市 那就麻煩了 就有人說啊 這個廢廢會不會是 因為剛好昨天國民黨中央宣布要 採用總統要徵召 所以這是廢廢 現在開始北伐 北上要到中央黨部去 看起來不是啦 因為看起來如果往新屋 是應該南下吧 往北 其實是一路往北 是往北上 從平鎮一路往北 真的喔 是一路往北 之前而且已經接近中立了 會不會沿著西兵快速到路往北 沒錯 沒錯 你如果以這個方向來講是往北 是往北 是往北 對 接近 可能有網友很好笑 因為最後的路徑接近了 中立的某大賣場Costco 所以是不是Costco採買之後 就一路往北 要去上黨部登記 所以現在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去中央黨部登記 你不要講笑話啦 不 講廢話啦 所以大家就在講 所以為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 李英也跟國民黨總統採徵召 跟侯友宜其實扯不上關係 但是為什麼大家一講到這個廢廢 就開始扯到國民黨 就扯到侯友宜 其實你就知道 其實大家對於現在侯友宜的態度 對於國民黨中央對總統的 這個徵召的態度 其實高度不滿 但他就沒有耐心嘛 所以就開始考試了 所以我其實 韋傑 我是很誠懇的要 真的是請要小心 為什麼 我們小時候真的聽了 日本倒生三母 後來國民黨倒的時候 國民黨倒大家樂 記不記得那時候大家簽大家樂有沒有 我簽彩券後來轉給大家樂 全民在封大家樂 那個婆婆媽媽去市場買菜 省一百塊就出去買大家樂 好了 我會把勇哥的意見轉給金主席 小心啦 我是好意啦 真的好意 為什麼 不管怎麼樣 這是一個政治的一個講實在話 我們希望每個政治人物都能夠 好好地為國家把事情做好 費費也要抓起來吧 因為他這樣跑 因為費費其實蠻大隻的 大家如果去六五寸看過就知道 他會傷人 我們看個來 動員抓費費相關的報導 收一手持藍色麻醉槍備戰 隊員也拿著補拳網 再後爬上寒洞 仔細翻找樹蟲 因為費費又現身了 早上十點多你跑外面 把寒洞裡面了你 目警民眾指得橋墩下的水管 早上十點多 發現他在66縣快速道路 新屋交流到橋下 洞保住接獲消息隨即抵達 但已經不見綜影 那剛剛我們在這個橋墩下面 也就是民眾通報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上去看過 那上面是沒有 就是沒有任何的動物在上面 那我們也針對這個叫到周邊 做一個地產式的一個搜索 農園局從早到晚搜索 出動不全網 熱誠像以空拍機還自製麻醉槍 不過這隻狡猾的費費多次逃脫圍捕 18號到20號在平鎮陽梅龍潭交界處亂竄 21號沿著河堤走到八角塘 22號則到了南平路二段 23號到了新屋區梅高路三段 幾天下來狂走超過八公里 而其實更早在3月10號 就有人在平鎮區新隆路目擊到他 但當時卻被笑說是久沒醒吧 也看菲菲出沒桃園各區還沒落網 專家也提醒 外衣近距離遇到菲菲 切記四大NG行為 不要對視 不要尖叫 不要轉身奔跑 更不要露齒微笑 因為露出牙齒 對菲菲來說就是挑釁威脅 菲菲裡面那個把嘴唇那個 往上翻露齒是一個 威嚇威脅的那個臉部表情 那有時候他接受到這個臉部表情 他可能不會認輸 然後反而是跟你對峙 最好的反應應該還是 慢慢的遠離他 然後注意他的動向 雖然出判是東菲菲菲 但蘇秀慧教授卻認定是屯尾菲菲 到底他從哪來的品種是什麼 目前都和行蹤一樣撲朔迷離 所以動員抓菲菲 會不會不知道跑哪裡去 我以為說已經定位抓到了 結果還定不到位置 所以這個就好笑了